咱这做鸭叶饭的这个 小吃系列 炸下劲 炸扇子 这个就是 这网们应该吃 你看扇子 炸扇子 随便拿一个鸭 这鸭鸭 一起来上 看 它炸扇子 脆的它 光红的鸭 你要吃五香 鸽五香粉 好吃 嗯 咱就开始制作 面粉的倒点鸭 打一个鸡蛋 鸡蛋打着出来的脆 再来点食用油 炸出来的扇子 脆的 看来的 拿碗肺活棉 这个棉和稍微撇拌一下 肺还少量多次夹 和上水装以后 揉成瓜巴棉团就对了 把棉子和好 按这揉两边 啥揉啥行 揉管就对了 这棉子行的十分钟 先把木叉搅 干啥干啥 上面剪一下 一刀的角度一大 干成长方向切了小茄子 就切一切 一切就是一个扇子 就把它搓成了 洗小匆子顿来 来 后来 来点油 给盘鲜在墨上搂 一个个盘到盘子 跟咱们弄辣小匆那个是一样 盘好以后把油倒到里头 拿油深 好咱炸了 咱们一个小时以后炸的 咱们把油逼出来 这保鲜膜一放 兴发一个小时以后 咱们可以炸的 但是兴发一个小时 咱们开始炸 把油往上挣了好 像椎根这样 搁到哨子这样子 抓这面 兴到以后 这面你看细不细 慢了的 开始这样子 手上这样 抓 抓面就细的 从这再衬个 抓筷子 筷子 把筷子炒虾 筷子炒虾 瘦不干虾 再断一盘 下筷子炒虾的 炸 进个箱 稍微进个箱以后 给大家凉一下 对的 把筷子炒虾 直接炒 炸鲜花色的对的 两个应该发亮回头对的 这不可以发的 炸出来就是这样 炸 切一下酱香以后 这开始凉一下 是对的 瘦多炭一下 这一锁是对的 差不多酱香这一锁 炸一个表本 油温要合适 这个是最漂亮的 你看 好 再切点油 给我炸点虾片 固然留神 炸一下就绷锁起来 就这样 咱上次要炸好了 虾片炸好了 姑娘这家模式刚一炸 这是大法的 是讲个笑 还看完 就这样 我们下周 就是